唐太宗李世民被称为千古一帝 文字武功历史少有 贞观之志更是如雷贯耳 不过他也和很多中国古代帝王一样 幻想长生不老 即使是死了 也希望自己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尽荣华富贵 所以他在生前就以大力营造自己的陵墓 昭陵 昭陵位于陕西省李泉县东22公里 九宗山的主峰 九宗山山是险峻 层轮起伏 物立于黄土高原之上 昭陵的地宫就凿见于九宗山南坡的山腰间 陵园方圆60公里 雄伟壮观 超过以往历代地灵 昭陵和他的陪葬墓 绵延数十里 气势宏大 未为壮观 根据研究显示 昭陵陪葬墓到目前已知的有194座 创造了中国帝王陵的历史之最 李世民凿山建林 开创了唐代帝王一山为陵的先例 杜普在描绘昭陵的诗里说 领寝盘空曲 雄霸守翠威 再窃松柏露 还见五云飞 民间传说 李世民的昭陵 是大名鼎鼎的术士 李淳风给挑选的吉地 李淳风受李世民派遣 来到了李泉县 发现一座山宛如晴天俱住 直察云天 登山一看更是气象万千 浩浩渭水飘带在前 滔滔进河 蜿蜒左右 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 一派九五之尊的王者之气 他掐指一算 在山腰处定下阴宅极地 在搜寻长安周边 并无再好之处 便就回复李世民 就是这儿了 李世民之所以开创 一山为林 据说就是因为 长孙皇后临死时 告诉他要减薄 安生无异于人 不可以死害人 愿勿以秋拢劳费天下 但阴山为坟 弃用瓦木而已 公元六三六年 十一月 长孙皇后下葬昭陵 陵前立碑写着 王者以天下为家 何必悟在陵中 乃为己用 金银九宗山为林 不藏金玉人马器皿 用土木刑具而已 数己浩道西心 存眉无泪 这里所说 阴山为林 不藏金玉 其根本目的 其实还不是为了 简薄 要不然如前所述 昭陵修的战地 那么大干嘛呢 其实这是李世民 为了好道西心 迎见陵墓之前 李世民与满朝文武 讨论唐代的 帝王陵寝制度时 于世南就说过 自古乃今 未有不绝之墓 李世民深感两汉 帝陵被盗严重 帝王尸骨不全 因此以山为林的目的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利用 雄伟的山式防盗 李世民苦心经营 陵墓雄伟壮观 有没有防盗 保他千年安眠呢 答案是没有 昭陵在他死后 不仅被盗 而且至少有 三次大规模盗墓 不仅陪葬宝物 被洗劫一空 就连李世民的遗体 也被破坏 第一次是唐末 皇朝起义 攻入长安的时候 皇朝本是流寇 一路破关夺城 劫掠富豪之架 不过皇朝 没有稳固的根据地 没法保证 四十万军队的给养 盗墓便成为 他获取财富的手段之一 根据史料记载 皇朝在长安 到处盗掘汉唐地灵 还指挥全军 挖掘武则天的乾陵 挖出一条 深四十米的皇朝沟 也没得手 虽然皇朝 没挖开乾陵 但唐代各地灵 大多遭到其破坏 尽管没有皇朝 盗开昭陵的记载 但昭陵这么宏大的灵寝 地面建筑被皇朝破坏 这是肯定的 第二次就惨了 在公元九零八年十月 唐朝刚灭亡一年多 昭陵被盘踞在 雍州的军阀 温涛给盗掘了 旧五代史记载 涛在镇七年 唐朱陵在其境内者 西发觉知 取其所藏金宝 而昭陵罪顾 涛从盐道下 竟宫氏制度红利 不义人间 忠为正寝 东西相列石床 床上石寒中为铁侠 西藏前世图书 忠王笔记 纸墨如新 涛西取之 遂传人间 唯乾陵风雨不可发 温涛盗掘了 他统治地盘内的 所有唐陵 除乾陵幸免 全被洗劫一空 他还亲自下到 昭陵帝宫 把昭陵里的珍宝 包括前朝 中瑶 王羲之等人的 书法作品 全部盗出 据说 当时温涛从 昭陵中 盗出的宝物 用车拉 马驼 动用几千士兵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全部运完 温涛的外甥 郑璇肃说过 他当时随同 舅舅温涛 一起进入昭陵 看到躺在棺材里的 李世民尸体 完全腐烂 头发散乱 头用御驾护卫者 十分惊讶 宋代的江南语载 记载 近是书雅 长崇正元素学 元素为雅岩 温涛乱石 元素随之 多发关中陵目 常入昭陵 见太宗散发 以御驾为之 两相接至石踏 有金侠武 藏中王墨迹 蓝亭已在其中 似是散落人间 不知归于何所 昭陵不仅随葬 宝物被盗 李世民的尸体 也被破坏 一代英主 费尽心思 为自己营造 牢固的陵墓 结果还是 没能挡住 盗墓贼 如此下场 令人唏嘘 昭陵的第三次 被盗 发生在 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 昭陵 北侧的 祭殿 武郎 列有六块 骏马的石刻 被称为 昭陵六郡 据史料记载 昭陵六郡 石刻 原形是 唐太宗 李世民生前 最喜爱的 六匹战马 是他辅助其父 唐高祖 李渊 平定四海 建国立邦 时所成的 坐骑 他们分别名为 撒鹿子 全毛瓜 白蹄乌 特勒镖 青锥 石伐赤 公元六三六年 昭陵初建成时 李世民照令大画家 严厉本 先画出六郡图形 后由雕刻家 严厉德 一画雕刻而成 李世民亲自坐师六手 赞扬每匹马的风采 并命大书法家 欧阳旭 抄录下来 刻在六郡旁边 昭陵六郡 在唐末皇朝 温涛盗墓时 受到过破坏 但大体保存完整 直到民国初年 遭受灭顶之灾 根据民初的 大盗墓贼 文物贩子 鲁秦斋回忆 1912年 在外国文物贩子 唆使下 昭陵六郡 被砸成多块 从昭陵到出 文物贩子 在搬运这些 沉重的石块时 被当地民众发现 并截获 由当时的陕西省 官方予以查收 1915年 撒鹿子和全毛瓜 被转运到北京 大约在1916年 至1917年 被偷运至美国纽约 后来被宾夕 法尼亚大学 博物馆收藏 而卢秦斋 从中谋取暴利 12.5万美元 其他四郡 先后放置在 西安图书馆 1950年 被政府收藏 一直保存在 西安 卑林博物馆 至今 接下来的内容 更精彩 山西发现 西州墓葬群 史书无记载 专家称 匪夷所思 本世纪初 山西义县 大河口村 发生了一起 盗墓案件 考古人员 听闻消息 迅速赶往现场 意外发现 一座巨大的墓葬群 据专家鉴定 这是西州 至春秋时期的墓葬 让专家意外的是 盗墓贼还没有得逞 墓葬群并未被盗 但是随着挖掘 让专家意外的事情越多 如此庞大的古墓群 尽无记载 这不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随着挖掘工作的进行 专家从古墓中挖出了 24个青铜大顶 以及9个青铜鬼 墓中还发现 一个巨大的藏宝库 内有大量珍贵文物 发现的陶器 七木更是不计其数 墓葬群足足有4万平方米 而且周边发现的墓葬 基本都是晋国和楚国 诸侯国墓穴 但是这个墓穴规模更大 即使是周天子 也没有如此规模的青铜器 在周朝 陪葬青铜器象征着地位 这个堪比帝王墓却没有记载 为了解开谜团 专家对墓穴中青铜器 进行了清理和全面的研究 发现在出土的青铜器敏的井内 壁上著有名文 霸博作宝尊 亦为霸博所用的宝 据此推论 霸因为墓主的姓氏 而霸博则是其最高权利者 因为博是西州君主的称谓 专家根据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推测 霸国应该属于小国 但是为何没有史料记载 专家也给出解释 其一 霸国属于小国 因为西州时期这种规模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可能被传统史料遗忘 其二可能是霸国的历史 在时间的沉淀中深埋于地下 可能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考古中慢慢发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